各式各樣的手作小物 有小熊造型的擴箱石 精緻漂亮的金油皂 還有可愛的動物造型毛巾 以及兼具實用功效的左手箱箱膏 在老師按部就班的指導下 每週兩次共計九堂的課程 不只可以學習到多種手作小物 還可以認識新朋友 學員們都收穫滿滿 我是湖南人 來台灣已經二十年了 在台灣其實還蠻開心的 我會學著去適應環境 而不是讓環境來適應我 這一次參加這個課程 我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松山曲公所 給我們的資源非常豐富 你看今天做的潤唇膏 就三支 然後還有一個彩岩瓶 我的是彩虹的 繽紛彩岩瓶 七彩 然後去上一次是做的這個 這一個浮游瓶 我之前也做過是一支小小的 但是松山曲公所給我 這麼大一支非常漂亮 然後我放到FD或者我的Line動態 我的朋友都說 哇 小心做得好漂亮喔 我今天是因為我媽媽突然有事 不方便過來 所以我才來代替她參加這個課程 然後之前也有上過一兩次 我就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才過來這邊 然後今天的課程就是很有趣 做護唇膏跟那個彩虹眼 我覺得體驗豐富 我媽媽是從印尼來的花僑 她參加這個課程 然後就跟我分享說 在課場中發生有趣的事情 然後回來也會把作品跟我們分享 這樣然後也可以邀請我們 下次一起來參加這個活動 大家好 我是紀立婷來自馬來西亞 來了台灣已經有大概六年多了 一向以來都很喜歡做手作 今天我的作品就做了這一個 有顏色的沙還有這個蜜蜜蜗 護唇膏很開心 多練習那個手作的那個感覺 然後看看以後會不會有機會 去以後就業的方面都可以 去往這邊這方面去進行 在他們到了我們一個國度裡面來 其實為了協助新移民 能夠融入我們這個社會 那也讓我們這個跨文化的家庭 能夠更了解新移民原始國的文化 所以在台北市政府 從中央台北市政府到我們區公所 一路下來我們都有一個協助新移民 融入社會生活的一個課程的一個規劃 那在過去的話我們是很著重在語言的部分 譬如說新移民對於我們當地民眾對於新移民的語言 國家語言或者是閩南語的部分 讓他們也能夠在語言上都能夠溝通 然後在這個社會這個國家裡面得到尊重 所以我們剛開始開設的都比較像是語言的課程 那後來我們其實覺得新移民他自身在這裡的生活 其實應該也能夠更豐富 所以或者是說也能夠有一技之長 所以我們就開設了一些像是這個手作的課程 或者是包括封閉啦手作的課程 那我們這兩年在這個部分開設的課程 也得到我們普林士頓高中的一個協助 那他專業老師的一個指導 那在我們新移民能夠學得非常的開心 回去也能夠再傳到他的生活上的一個周遭的朋友 或者是他的家人 所以在他得到也心靈上很多的一個療癒的效果 所以剛剛也陳如我們劉校長有提到 讓大家有緣在這裡共學共識 然後並且是產成下去 為了協助新移民朋友培養自身興趣 並學習第二專長 宋山區公所與普林斯頓高中 合辦新移民多元文化手作班 由普林斯頓觀光科老師 設計融入台灣特色的手作課程 讓新移民朋友 不僅可以動手製作兼具創意實用的手作小物 也能認識台灣的在地文化 這次在普林斯頓高中 遇達高職觀光世界科 在整體規劃裡面 因為剛好這次的主角是新住民 所以我們就透過了觀光旅遊 然後旅遊地理 然後透過手作的部分 把一些就是台灣各個旅遊文化部分 轉換成實際的體驗 怎樣那好比像今天的那個 彩岩瓶跟風浪護唇膏 就是結合台灣就是當地南部 像台南的七股鹽田 然後利用天然的資源 然後把它融入到手作裡面 那進而可以讓新住民更了解 就是台灣的地方文化 那在產業發展方面 還是在旅遊方面 因為在現在疫情的關係 還沒有辦法到處走動 所以就利用手作 將觀光從虛擬變成實體 然後來做一個呈現 我們這次的課程是 把它變成導覽解說的概念 那我們會透過就是簡報跟影音的部分 就是像我們前幾次有做擴香石 那擴香石的部分 因為通常都是放在家裡 做一個熏香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就把觀光旅遊地的味道帶出來 然後我們就是經由活動的體驗設計 讓新住民們來看看 他們對台灣的味道是什麼 他們居住在台北的味道是什麼 然後把因為熏香是一個很日常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部分 然後讓他們把熏香 就是自己屬於自己的味道 然後帶回家 因為在觀光體驗設計裡面 通常我們會依照就是對象 那在觀光科的就是專業其中 尤其是我們就是育達高職的觀光科裡面 在活動設計中 我們會以客人的需求 去設定他操作的時間 那在一般目前觀光產業裡面 也都是依照就是團客的屬性 然後去做活動的安排 所以我們這次的活動 有難有簡單 但時間都有控制在 就是他們的課程內容裡面 每一次上課 這位老師都教得很仔細 然後以前都 都是老師在做 只是給我們看 這一次都是我們自己做 親自動手 然後給我們的資源也豐富 給我們做一分兩分就做多了 大家都會 每一次來都做得很熟練 都學會了 而且又漂亮又很療癒 非常療癒 我看到很開心 我就經常分享出去 也帶給大家開心 我的朋友也為我開心 對 會了解 覺得台灣的文化給我 感覺就是手作方面都很厲害 這樣子 所以可以往這邊學到更多 我們本來就是還沒有學到的東西 上一兩堂課的時候 老師有教我們用那個毛巾 支撐那個很可愛的畫 那個小動物啊 那種這樣子的感覺 我其實是以前有看過 可是呢就沒有親身體驗過 覺得台灣真的很棒 它可以用這些小小的毛巾 做成很多不一樣的那個小動物和花朵 我最喜歡的就是花朵的那一個款式 透過普林斯頓 玉達高職 有的這些的教育的資源 能夠分享給所有我們的新住民 新移民 然後呢透過各位對於這些課程 在你的生活中 然後把它發展 發酵出去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善盡的社會責任 那也謝謝我們區長上一週 馬上關懷到各位的這邊學習狀況 今天呢副作馬上跟個過來 也就是松山區一直非常重視 我們新住民 新移民的 這樣子的一個生活上面的一個 學習跟成長 那我們希望普林斯頓 玉達高職 所有的資源能夠再成為大家 共同享有的一些很重要的一個資源 學員們開心的呈現他們豐富的作品 展現令人驚豔的學習成果 松山區公所也歡迎新移民朋友 多參加各項課程 透過多元學習 豐富在台灣的生活 松山區111年度新移民多元首奏課程 在 記者林西慧 台北報導 文字幕提供